昨天晚上全国体操冠军赛是在湖北的仙桃举行了 这次的比赛是吸引了很多国家队的明星 这也是在东迅之后这些队员们首次在国内亮相 最没有悬念的单向比赛就要算是高低杠了 北京队的何可欣尽管整套动作还有一些瑕疵 但是7.4的难度分让对手望尘莫及 最终他获得了高低杠冠军 广东队的杨依林在腰部手术之后 不得不将高低杠的下法改为向前翻腾的动作 这也是杨依林在比赛中第一次成功使用这个东迅的新成果 上海队的严明勇依旧在调环比赛中具备强大的优势 摘得调环的金牌 在安马决赛中来自陕西队的张洪涛 以一套流畅的安马动作轻松摘取了金牌 获得16.05的高分 北京队的滕海斌尽管使用了与张洪涛同样难度的套路 不过因为出现失误而失去了竞争力 女子跳马的金牌由天津队的奖童获得 深冬队的黄玉国则摘得了男子自由操的冠军